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肉骨茶 肉骨茶是大马华人的著名美食 虽然肉骨茶的发源地在雪州巴生 不过在很多外国人的印象当中 他们认为新加坡才是肉骨茶的发源地 对此公正党国会议员潘伟斯 今天就把这个议题呢带到国会上 他说他看到邻国的一些纪录片 里头说啊 肉骨茶的发源地在新加坡 这让他感到非常愤怒 因为因此呢 他就希望政府能够捍卫肉骨茶 是大马传统美食的地位 不过旅游部副部长凯鲁就认为呢 肉骨茶不应该被列为 马来西亚国民传统美食 因为并不是所有马来西亚人 都能接受和品尝肉骨茶 但是他有提到 如果肉骨茶是用鸡肉来烹煮的话 那么或许可以考虑 把肉骨茶纳入大马传统美食的行列 肉骨茶的发源地是新加坡 公正党递不了国会议员潘伟斯 因为不满有外国纪录片 称肉骨茶源自于新加坡 因此他希望政府能够做出努力 来捍卫本地传统美食 不过土团党附罗交易 国会议员苏海米 却不认同这项建议 因为肉骨茶 向来没有被列为大马传统美食 对此旅游部副部长凯鲁 也认同苏海米的看法 他说由于肉骨茶 并非所有大马人民都能享用 所以无法列入大马饮食文化遗产 但是他补充 如果肉骨茶是用鸡肉来制作的话 那么或许还能考虑 为了我们加入每种食物 作为类型的食物 我尽量与尊重点 和我们的观点 因为它需要一种食物 可口供食物 可以吃到所有的产品 如果骨茶也能够用骨茶 可以用骨茶匙 可以用骨茶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